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我旁边也进来了 她在我们那个时候的女演员里面是特别独特的 就是气质 美貌 各个方面都给予一声 所以当时就是很想跟她合作拍戏 特别感谢这部戏让我们俩能够合作在一起 对 陆就CD CD的话 就是当时我就觉得 哇 她太不一样了 看到她 对 好想跟她说话 但不敢 可是是不是暗恋了 哈哈哈哈 完全藏不住是吗 没有 其实我对邱老师也是看过很多邱老师的作品 然后这一次合作也觉得 哇 邱老师人太好了 非常nice 然后大家都很放松很轻松 自然就会融入到角色当中去 我们再聊聊女儿和儿子 希望两位对赵露丝和马伯倩的印象是怎样的呢 小马同志嘛 给我感觉就是充满了音乐的细胞在她身体里流淌 然后呢 这个只要有她的话 我们的现场绝对是欢乐气氛 绝对是从不见断 就是爆棚 猜到底那种 女儿二个男生 对 就他们俩会一块在那唱歌 嗯 她唱她的rap 然后露丝唱她的 就俩在那飙歌 对飙 对 你不服气我也不服气 你来个高的我来个更高的 太可爱了 那女儿给邱老师留下怎样的印象呢 我觉得 有她在我们片场是很开心 然后 她还会准备很多 好吃的东西给我 觉得她好贴心 嗯 没有她给你带了一个台湾的麻花 对对啊 她居然拿台湾的东西给我 她好贴心啊 对 就是邱老师的 就是那个台湾的特产 说邱老师 你一定要找一张 我特意给您带来知道您是那 好贴心啊 嗯 那是我们第一次拍戏的时候 我就拿了一个麻花给 《与您相粗压》那场戏 对对对对 把我吓了一跳 我觉得她好贴心 在拍戏合作上有没有哪些感受 我觉得她年纪虽小 但她的生活历练 我觉得还挺够的 她才能够很快get到导演的感觉 或者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化学在南下就长 所以我觉得她们都算是比较天才型的 智慧型的那种 对 邱老师得知和露丝再次合作 演母女当时是怎样的情景呢 当时也是 露丝跟我说说有一部戏 希望能够再出演就是妈妈的角色 我说啊又演妈妈 她说对啊 她就大概跟我讲了这么一个剧情 我说啊好啊 我说这个其实我很想去就是让观众也有一个 把之前的我们俩这个角色的非常疼痛的地方 给她用这种温馨爱来给她化解掉 一路有离的友情让人羡慕 曾里老师觉得能跟露丝玩到一起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俩性格都有相似之处 我觉得就是都很直接 但是她可能比我更加的细心 就像给邱老师说有当地特色的小吃啊 她我可能有的时候更加的大大咧咧粗线条一点 但是彼此的内在的那种 她也很单纯 很勇敢 可能就是彼此有点对评吧 也是她的特色 对就能够走到一起玩到一起去 之前直播的时候有穿露丝送的裙子 是不是看见适合对方的东西 就会想给对方买下来呢 是的 她上次在哪逛个夜 她知道我爱喝茶嘛 看到那个茶她就跟我视频说 这个买给你 我说我不用不用我家里有就这样了定了吧 就给我挂了 她就很直接了当的就给我买了 就给我借过来了 其实她也是非常爽快的 然后她能记住你喜欢什么 就是让你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温暖的孩子 真的是的 邱老师在拍戏时 有没有哪几个瞬间很感慨 也想要有一个这样的女儿呢 在戏里面啊 如果从戏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发红包 然后她想用戏把那个哥哥的红包给变过了 我都觉得这种小女生好可爱 你不会觉得她很调皮 你会觉得好好玩 我好希望有一个这样的女生 生活一下有了很多的恶趣 对啊 因为我的孩子是儿子 我两个儿子 一定很希望有一个像桑枝亮的女老师 是啊 两类老师在探剧的时候 有没有刻到桑枝和段嘉玺的感情 我有 我已经就看她俩一个cut的那个亲吻的片段 哇 看着真的是小鹿乱撞 哈哈 我都已经多少年没有排过这样的棋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得看了解释 他们俩在车上为她草莓 那个也很磕 然后突然给她去接安全带 那一瞬间也会让你啪啪一下 心里被撞了一下的感觉 合作下来对陈哲远的印象是怎样的 我是第一次跟哲远合作 然后第一天见到她的时候 觉得哎呀 男孩好清秀啊 白白净净的瘦瘦的 也很文静就像邱老师说的样的 我很早就认识她了 我们还是球友的一起打篮球 对 我们以前还合作过一部戏 所以哲远她是一个看起来特别内敛的 她有点像年轻时的我 就是说话不太说话 到了陌生地方呢 先比较 比较保守一点 去了解一下环境 然后她其实她是个内心蛮幽默的小孩子 所以她她她还挺可爱的一个人 很单纯的一个人 一家五口的地位排行是怎样的 老大 你 猪猪 猪猪老二 你也老三 我老三我不敢讲 我专家许吧 专家许第三吧 好专家许第三 我第四 然后哥哥弟 哈哈哈哈 我接受一下 专业点男 对不对 每次想到你儿要出家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嗯 有点小失落吧 嗯 妈妈可能会找个地方哭一场 哈哈 妈妈可能会硬装一下 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嘱咐女儿和女士的吗 专家许好好对我女儿 你要对我女儿不好 你自己试试 看你有几个点 白头到了啊 幸福永远 老生贵子啊 不见得我帮你带 但是可以啊 哈哈哈哈 恭喜恭喜 哈哈哈